美猿詞曲 李宗盛 林美宏在歐洲舞蹈界的地位 你知道德國那麼大 就十來個這個國家劇場而已 他可以去當法蘭克福進郊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劇場的舞蹈總監 這個真的是台灣之旺 這個我一直老愛用這樣的一句話 來形容美宏 我觉得舞蹈界在全世界真的可以有这么样的名声跟被遵从的 台湾的舞蹈家有两个人 一个是林怀敏 那当然大家都不用讲 对不对 另外一个真的就是谁 就是林美红 第二点呢 美红的舞 因为他师承这个Pina Bosch 可是他很讨厌人家讲这一点 为什么 他说台湾有这么好的观众 这么调剔的舞评价跟记者 他们一定觉得我拿Pina Bosch的名声来好像有一点迈弄这样子 所以他都不太爱我讲这个部分 可是他的确在Pina Bosch那里当他的舞者受训这样子 我觉得美红有了Pina Bosch同时作为女人的这一种什么样 在舞舞蹈剧场里面的这种奔放出来的这种强烈的感情的抒发 这个在舞剧Dance Year里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想Dance Year里面用到所有的舞台的所有的元素 服装灯光固景道具演出声音各方面 而不只是身体的动作而已 所以这种情感的强烈的放射 对于一个舞图Dance Year里面能不能靠人心血 我觉得在我的评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美红比较年轻 而且没有这么沉重的文化包袱人生的负担 所以美红的舞剧里面有比较有一点 小小的那种还有一点女人的那种梦想的空间在里面 这个可以在这个天后之歌我没有看到 可是我看到一些片段跟介绍来说的话 你真的会觉得这里面 还充满了一种对爱情对幻梦的一种渴望 即便后来这个结局实在是并没有王子跟公主 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可是这个追求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跟美红深谈过一次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的台湾特色 有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她说她不需要强调 因为她那个东西在她的血液里面 她在编舞的时候就自然出来 后来我去看了她的舞蹈果真印证 比如说那个北方旅馆里面有一个那种 那种魅影那样的东西在那个旅馆徘徊不去 然后那个魅影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动作 包括她脸上门一块那个黑布 黑金 非常的东方 或者你说非常的台湾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足欧洲的美红 绝对不是用那种非常criciate的 什么东方精神东方特色来立足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打入欧洲舞蹈界 让大家对她这么样的刮目相看的 可是她的这种台湾的touch的这种东西 又充分的在很细腻的部分来表达出来 她想要充分的作为一个管道 让台湾的舞者经由她的dumpster theater的 可以跟世界接轨 台湾一直走不出去这也是真的 所以当年美红要谈到用我的小说改编舞蹈的时候 我为什么这么动心呢 因为她的爱台湾使得她会用台湾的工作人员 包括后来她的那个舞台啊 种种很多都是台湾就是台湾的艺术家 包括以后我们可以派人去她那里学习合作啦 然后她的舞团来表演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到台湾的本地的艺术家 当然这个天鹅之歌比较没有办法 可是以后我们希望她当她再来的时候呢 她可以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种什么样子呢 就是两边的很好的一个交流 而使得台湾的这些年轻的 不管是舞者或者是艺术舞台各方面的工作者呢 可以比较容易的跟欧洲的剧场可以接轨 然后下来碰规划 就能够住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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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你有没有没有用到日子 那天鹅之间